时隔两年之后 韩国艺人Rain政治勋再次来到中国 2011年 他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起的 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评选中 位居榜首 甚至超过了Lady Gaga 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 事业如日中天 当时的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也是知无不达 然而这次亮相上海 Rain的状态就没有那么放松了 他与媒体间最近的距离 就只是着礼貌的问候了 今年年初 Rain和金泰戏的恋情意外曝光 或许是不想被问到相关问题 Rain此次才没有接受媒体的自由采访 他只是简单提到 未来有机会到中国发展 现在和一些中国导演的合作 还在商谈中 希望有好的作品 在中国和影迷们见面 任何一位艺人离开演艺圈两年 都是不短的时间 Rain如今复出 自然也要面临怎样重拾人气 及转型的考验 当下的他的确急需过硬的作品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